華航Ci704班機 被留在外機坪檢修 跑道也跟著封閉 通通得仔細搜券 1號晚上7點50分 華航班機 從馬尼拉飛回桃園機場 落地時疑似機尾擦撞地面 鎮駕班機拉高重飛 機上124位旅客還有機組人員 最後關頭驚險落地 但華航飛機機尾磨損 第一時間停止派飛 並接受檢查 這個飛機這個東西 開玩笑如果有什麼 不能有任何損失 一個機翼都不可以 當然不會對華航的信心有打折 根據了解 當時是因為華航兩名機師 降落時認為飛機姿態不穩定 執行重飛 沒想到機尾卻已經擦撞地面 兩名飛行員不排除 也得接受調查 只是這回落地實在太驚險 好在所有人平安無事 真正示範原因 得等到飛安會調閱黑盒子資料 釐清真相 記者林中正 謝文翔 何鈺榮 桃園報導 時評判 訪